各式各样的海鲜被摆放在塑胶盘上 不时还可以看到新鲜的雨活蹦乱跳 往旁边走 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蔬果按照种类堆叠排放 朝首时去前进 一道道佳肴香气四溢 令人垂涎欲滴 耳边 摊贩们的腰昏声此起彼落 眼前提着大包小包的民众络意不绝 这样的场景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里就是传统市场 这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给予富有风土民情的传统市场极高的重视 也是他对于城市文化的理解 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的成功市场 一开始是营营附近的眷村 也就是成功新村的民生需求 在眷村内部和外部 分别形成A、B两段摊商聚集区 后来成功新村改建为成功国宅 这些摊商也在民国75年时集中到临时摊棚 往后的30余年一直在这栋铁皮建筑中营业 然而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与更新 有简陋的铁皮搭盖而成的临时摊棚 早已不符合现代人的使用需求 脏乱、潮湿且闷热的环境问题也亟待解决 为了保障市场的安全卫生与民众的食安健康 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市场改建 身为改建计划议员的成功市场 改建工程在108年动土 摊商们则在111年的2月中旬搬迁职附近的中继市场 19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市营运 并在市营运期满后 于3月18日正式开幕 进到中继市场内部 映入眼帘的是明亮的灯光与干净的地板 各个摊商整齐排列 有着两层楼规划的这里 一楼是生鲜百货区 新鲜蔬果、肉类和鱼获应有尽有 二楼则是美食街 提供多元的美食与舒适用餐的环境 每一个店门口 它会有名字 然后比较好找 然后变得比较干净 然后人就不会那么挤 店面就是比较干净明亮 然后逛起来很舒服 改装之后它保留了穿透市场的人情 我觉得还不错 大概三年前 摊商的自治会就来跟我澄清 他们想要把这个市场变成一个更现代化的 更适合客人来消费的市场 那我们就跟摊商讨论 把一层楼的设计改成两层楼 然后在二楼增加一个内用区 然后把这个生食跟熟食分开 它也符合食安的标准 从旧市场到新市场的整个改建 那当初我们台北市政府有给我们挑了几个地点 让我们去挑选 可是都不尽理想 这个市场 现在这个位置是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 就在市场的正后方啊 除了环境的改善与楼层的规划外 成功中继市场也引进行动支付的技术 透过行动支付业者的推广与说明 带动摊商与顾客加入无现金的行列 让消费更加方便和卫生 消费者由现金转换成无现金 那对于摊商来讲 它可以减少到违逼的收受 那也避免会有一些细菌的感染 使用流程跟便利度来讲 会让消费者比较方便 也会不定时的一些场域 做一些辅导跟说明 然后鼓励这些长者就是使用行动支付这样子 然而中继市场在设计上只有两部电梯 每部的载客量约17位 但买菜民众大多会推着购物车 遇到人潮巅峰时段 难免需要花费漫长时间等待 至于楼梯则是设置于室外 没有任何遮蔽物的阻挡 顾客在行走时只能任由风吹日晒汗雨淋 连长者要走楼梯就爬不上去 那只有两部电梯 你看使用上不方便 因为电梯要等 那一部电梯只能搭载10个人等太久 连长者就不想来逛 另外在旧市场时期 一直存在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新市场在施工期间 更是撤掉大部分的停车位 让原本就不充裕的停车空间 有没有可能再去租用其他的停车位 来让这个摊商跟扑客可以使用 成功市场就只为都市计划道路用地 为了让附近住户拥有舒适的居住环境 新成功市场采用半地下化的方案 地面作为绿地供居民使用 地下则设计成市场与停车空间 但此做法也引起摊商的忧虑 因为大家也懒得走到地下室去吧 我是个人我是这么自觉的 因为我们逛一楼或是逛二楼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要加下去楼下的话 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接受 像我的话我就不会想要逛地下室 而且它的排放设备 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做得很好 我们两头都做了夏娃的广场 设置了很多部的自动手机 还有很多部的透明电梯 通风的部分我们其实很注重 利用比较多的这种自动通风采矿 包括两侧的高窗还有下娃的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天子 采矿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想未来改建后的环境 势必要比现在的还要好 市场改建工程浩大且矿日费时 期间会面临众多问题 需要各方不断沟通 了解彼此的需求 才能完成协调并达成共识 好我们进入中央 这一头的家